在北京 年夜饭预定同样火爆 商家们为了招揽顾客 也是想出了很多新招 在北京的一家连锁餐饮企业 记者看到 年夜饭预定的宣传条幅悬挂在大厅 不少市民趁着饭点 前来店内咨询和预定 八个人 八个人 大孩子 年年都出了 其实还是大家叫出来聚一下 从前为止我们的所有的房间 已经全部订满了 初一到初七呢 我们80%的房间全部订满 跟去年同期对比呢 我们也增长了20% 在另外一家主打家庭聚会的餐厅 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他们根据不同主题和人数 推出了四款年夜饭套餐 价位从1688元到588元不等 除夕当天 共分为四个用餐时段 中午晚上各翻台两次 目前的预定量也已超过80% 为了进一步拉动人际 不少餐厅在年夜饭仪式感上下起了功夫 有歌舞曲艺 京剧大鼓等表演助性 也有上菜环节上的创新 今年就是我们给这个上菜增加了很多仪式感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吉祥罗骨烤鸭 会很喜庆 然后用那个京剧大鼓的鼓去片鸭子 还有就是上菜的时候会敲锣打鼓的 给大家一些吉祥如意的那种感觉 过年嘛 过年的时候可能更有年味一点 然后就是大家可能家人都在一起 然后更喜欢有北京味更浓一点的餐厅 数据显示截至到2023年1月3号 以年夜饭团圆饭为主题的 唐食套餐线上订单量 周换比增长193% 其中以年夜饭预定为关键词的搜索量 周换比增长220% 周换比增长220%